今天是湾区声明月这样一个电影音乐晚会 今天我和杨千玺代表长津湖剧组来推荐长津湖这个电影 这个杨千玺真是一个天才演员 我很佩服她 她在这个拍摄长津湖的时候啊 是刚刚过了 我请她的时候她是刚刚过了20岁生日 所以刚刚到21岁还不到 所以这个街拍长津湖的时候啊 我非常感动的就是她 因为这个拍摄期非常长 前前后后将近八个月时间 那么中间这个时间她一直在剧组里 一直在工作 没有一点说自己的时间 说请假还要出去串戏 还要出去去走那个走秀节目啊 这些都没有去 她只参加了春晚的这个一个节目 还有元宵的一个节目 是提前很久跟剧组情家 安排这个重要的演出任务 那么我很敬佩她 因为三个导演都非常喜欢她 这部戏里头主要的是看五金跟杨千禧 这两兄弟的故事 一个叫千里一个叫万里 所以加在一起是远赴千万里 去抗美援朝打仗 长津湖战役的这样一个 再现了七十年前的这样一个 一个连队 这个英勇 杀敌英勇奋战的故事 那么演得非常好 千禧从一个年轻的 这个应该说是农民的孩子 江边玩耍的一个少年 最后成长为一个战斗英雄 所以她的成长的故事 无数的细节都非常动人 我就不剧透了 希望到电影院去看 将在9月30号在全国公英 集合了中国电影最顶尖的 这些艺术人才 陈海格导演 徐克导演 林朝贤导演 还有吴京 李扬千禧 等一大批优秀演员 以及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这也是中国电影至今 投资最大 制作规模最大的一部中文电影 我觉得作为电影人 这个能够和两岸3D的 电影同仁 一起来为大湾区的发展建设 贡献我们的智慧跟力量 我觉得这是一份 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希望用我们的 优秀的影视文化作品 来带动大湾区 来反映大湾区的建设 来为大湾区的发展 县级县色 同时能够记录 大湾区的发展的 辉煌的时刻 下载N视频APP N种方式 打开世界 看到架级县之外 被订阅